保罗北京时间5月27日,当勇士大逆转赢下西决G6战,活勇对决最后悬念,被拖入抢7大战,至此,本赛季东西部决赛双双进入到抢7,如此盛景是NBA联盟。 最近39次首次,而上一次还得追溯到1979年,只是两场备受瞩目的抢7对决,或将因为保罗、伊特达拉与勒夫三人的伤病情况,极大程度最终总决赛席位的归属,即便季后在抢7大战已经是司空剑冠之时,但东西部分区决赛双双进入抢7大战,则是极为罕见之时。 在NBA的漫长历史长河当中,上一次东西部分区决赛双双被拖进抢7大战,还得追溯到1979年,当时东部决赛由齐才与马次展开抢7大战,而西部决赛则由超音速限雷霆与太阳展开抢7对决, 因而本赛季火勇与齐凯双双强期,也是近39年首次如此盛况,伤病猛与虎成为今年季后灾的主旋律之一。 不同于凯尔特人是提前就已经报销海沃德与欧文两位巨头,他们能够在史蒂文斯教练的不断内部挖钱帮助下,逐步打造出一支全民皆兵的恐怖青年军, 从而在冬决前六战与骑士敖战成三到三平,甚至是一度在前五场一三比二抢夺到赛点,只是其余三支杀进分区决赛的球队,他们遭遇的重要球员伤病,却是令人猝不及防,因而也会极大影响。 接下来的抢七大战胜负归属,要知道,在季后灾的生死战当中,缺少一名核心主力除,削弱战斗力,更可能被对手针对无限放大软肋,从而导致最终的输球,其实无疑是最悲催的球队,毕竟保罗与伊格达拉,还存在G7战付出的希望,而勒服基本已经被确定无法付出。 根据美国媒体消息报道,勒服因为脑震荡影响,将基本缺席G7战,即便骑士能在G6战勒服早早伤退情况下,借助詹姆斯的超级表现,引领三军用命赢球,但毕竟抢七大战将来到凯尔特人的主场进行,客场作战对于骑士会是巨大不利因素。 毕竟凯尔特人本赛季的主场取得石胜灵夫的不败金身,很可能成为骑士难以攻克的魔鬼主场。 至于火箭与勇士的西部决赛对垒,火箭在G6战措施,一度取得17分的领先优势,并且最终还是被吊打血虐输球,已然彰显缺少保罗对于球队的巨大影响。 在G6战输球的赛后,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在谈到保罗的伤情时表示,我不知道,我之前上过医学院育科,只想告诉你,我还知道,如果我知道,我会告诉你,医生也会告诉我。 一旦保罗无法出战抢西大战,火箭无疑凶多吉少,有可能在主场被勇士击败无缘总决赛。 勇士阵中的如此伤兵则是伊哥达拉,缺少如此老将领袖,让勇士在西角四五战连续输球。 毕竟他们死亡无小的一大重要枢纽缺失,导致他们难以限制火箭外线的肆虐演出。 不过勇士在G6战的营球,也证明勇士缺少伊哥达拉的影响,要小于火箭缺少保罗的影响。 但勇士依然渴望伊哥达拉,能够在墙西大战付出,毕竟生死大战任何微小因素均可能影响最终的胜负。